好 1126挺善良 基隆支持 謝國良 國良真的是我的好兄弟 好哥們 還有我們在座的議員 議員參選人 還有議長參選人 還有我們趙大哥 好 我們基隆 我最愛的基隆的鄉親 我愛基隆 大家好 首先我要講國良 國良跟我真的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好兄弟 好 那我以前在當總統府負面書長的時候 告訴大家 全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只有一個三天兩頭來吵我的 你知道是誰嗎 謝國良 就是謝國良 每次都來跟我講說 基隆要怎麼建設 基隆要怎麼建設 心心念念全是基隆 大家看到過去 基隆不管是新戰的建成 不管是軍港的遷移 不管是台鐵的捷運化 都是謝國良在後面 一路的支撐 一路的鄉挺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一個小故事 但是 國良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感動 他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你看他現在熱心全部在投入在公益活動 這是從我認識他的時候就開始 我在2008年陪馬總統在打選戰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有一個很悲慘的現象 叫做悲債兒 什麼叫悲債兒 就是如果說就有發生一個六個月大的嬰兒 父親過世 結果悲了快要一千萬的債你知道嗎 離不離譜 離很離譜 因為那時候的法律 有一個法律是什麼 就是你今天如果你的父母親過世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去辦一個法律程序 叫做拋棄繼承 你忘了辦這個程序 一定的時間沒辦的話 你這個小孩就要悲債 就要悲債 六個月大的嬰兒 他怎麼去拋棄啊各位 雖然法律爛到拓頂 但是三四十年來 很多悲債兒 叫天不敬叫地不靈 馬總統知道這個事情 就跟我講說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不公不利的法律改掉 所以那時候就下令我要推 民法的繼承篇的修正 然後告訴大家 所以支持這個法律修正的是誰 你知道嗎 謝國良 他就是謝國良 他就說真的太不公平了 怎麼會這樣子去殘害這些 很弱勢很無辜的一些小朋友 讓他們去背 他們不該背的債務 你知道背的那個債務 一輩子翻不了身 你背一千萬債務 六個月大 你就背一千萬的債務 你怎麼翻身啊 所以謝國良 在我認識的謝國良 就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國良 現在大家知道 他非常熱心所有的一些公益活動 他要把基隆打造成一個 最有愛心的一個城市 我們一起給謝國良 個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我對基隆的感情真的是屬不盡啊 我是中山國小 中山國中 基隆高中畢業的 我是駕槓的基隆中學校友啊 那我就要說一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基隆發生一件 我覺得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 知道嗎 我是駕槓的基隆中學校友 但基隆竟然出了一個冒牌 校友十六年了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林志堅騙碩碩士學歷 對不對 蔡英文的論文 對不對 保密三十年 對不對 已經很離譜了對不對 還有一個冒充基隆中學校友 可以冒充十六年的人 要跟大家講 做人 他不是腦袋有問題 就是人格有問題吧 對不對 我還沒講是誰喔 不要跳出來對號入座 太扯了啦 我在參加基隆中學活動的時候 我從頭到尾都以為他是學弟 為什麼 校長常常在上面講說 我們基隆中學有很多很棒的傑出校友 比方說羅志強 再就比方說蔡世映 他也沒否認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就從頭到尾認為他是基隆中學校 我跟你講 這還是小事情 這種小便宜都要佔 顯現這個人的特質 有問題嘛 對不對 但更可惡的是什麼 各位基隆的鄉親 我的親人們 你們真的不知道 蔡世映在立法院是有多麼的欺負基隆了 你知道嗎 我被他氣的辦事 你知道 基隆人 要不要吃萊豬 不要 基隆人 不要吃萊豬對不對 對 你知道 蔡世映是在立法院被封為 四大萊豬立委耶 一路護航萊豬 護航萊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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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為基隆人吃萊豬不可 他明明知道基隆人不吃萊豬 他在立法院 他就護航萊豬 你知道 後來記者問他喔 多囂張 他說 基隆人不吃萊豬喔 你這樣子護航萊豬 你怕他基隆人生氣啊 他說 放心 對選舉沒有影響 瞧不起大家 我們讓他知道 今天欺負基隆的代價好不好 好 你以為他只為你吃萊豬啊 那你太低估蔡世映了 還有高端耶 你知道嗎 在立法院裡面 最敢為高端護航的 第一名 不是別人 就是蔡世映 蔡世映喔 他自稱是高端戰士啦 他說打了高端 國力大增啊 有嗎 沒有 國力有大增嗎 沒有 最近連館長都跳出來說 他被騙耶 蛤 你打了高端 現在高端齁 以前我們說高端四季戰士 現在高端升級了 七季戰士 為什麼 打了白打 要出國 補打三季 那萬一打四季高端的人 補打三季變幾季 七季 跟他講 你是要害死誰啊 缺得到這種地步 再講一個 基隆 我的外幕山 我的故鄉 我在基隆搬家七次 都在中山區 都在中山區 中山區的鐵桿 跟他講 中山區最大的保障是什麼 請問 就是外幕山嘛 外幕山最漂亮 欸 外幕山那 開始已經當選 就要把它填掉 你知道嗎 蓋世界 你知道嗎 對 你要把外幕山填掉嗎 各位 有 你有去外幕山走過 有 有去外幕山游泳過 有 有去外幕山帶著你的家人 看夕陽 看落日過 有 有 但是今天怎麼糟蹋我們基隆人 憑什麼 各位 憑什麼 我最氣就這件事情 我小時候就是到外幕山常常去 爸爸 騎乘那個 一家站五口 大家都有最經驗嘛 小時候嘛 對不對 小時候沒有交通規則 一家站五口 夏天到外幕山 就是我們的天堂 你知道嗎 你這樣對待我的故鄉 我們能接受嗎 不能 我跟大家講 只要謝柏良上來 他絕對是以基隆為第一的依規 我也直接跟大家講 當時就算馬總統馬政府 有些政策 如果抵觸到基隆人的利益 你自己去看 謝柏良就會第一個挑出來 他聽的是基隆的名義 不是黨裔對不對 對 最後 就像剛剛趙大哥講 這場選舉 其實不是只有基隆的選舉而已 這場選舉也是台灣未來的選舉 我最近發起了一個 1.126挺善良的一個運動 挺善良 請問 謝柏良 啊對了嘛 桃園張善政 基隆謝柏良 就是挺善良對不對 對 我跟大家講 這一場選舉 不只是對人的選舉 也不只是對政策的選舉 這場選舉也是對價值的選舉 是一個善良跟惡霸的選舉 我們過去 被民進黨的綠媒網軍 砸化到什麼程度 整個台灣民主被踩在腳底下 所有的栽贓母黑到處都出來 這一場選舉 我們用選票告訴民進黨 我們挺善良好不好 好